大家好我是豬哥 歡迎來到今天的主觀鏡頭的試駕介紹 今天試駕這台是全新的雪鐵龍C4 講起雪鐵龍的C4真的是車不驚人體不修啊 想一下2004年當時的初代C4出現的時候 它的五門版本後面是圓滾滾的造型 但是這全新的C4這個地方垂直90度的車身的折角 有點像是致敬過去那個C4三門先配版本 而且這台車很特別的是 車尾這個角度看起來非常像跑車 但是車身的高度又有點像是休旅車 而且還有這個旁邊的輪拱造型 它的軸距來到了2米67 又跟電動車非常類似 爭取車室裡面最大的空間 但從車頭45度看過去 又非常像是一台流性的跑車 這真的不知道如何定義 這個法系人設計這台全新的雪鐵龍C4 而且它原廠搭配這個賓荷蘭的配色非常的好看 如果今天要選擇呢 所謂的白色或是紅色的話 要加價3萬塊 但我覺得賓荷蘭更能夠襯托出這台車 既流線而且又前衛的造型 尤其是這個車頭喔 這個雙人自行的雪鐵龍的Mark 整個結合它的頭燈 而且它頭燈本身也是雪鐵龍的LED 這個部分呢它是有了自動的遠近光燈 但是並沒有防眩光設計 但是呢日行燈上面這邊 以及下面這邊 呈現出一個人字型的造型 非常的好看 而且這台最頂規的119萬9的版本 這個賽版本 它的Airbomb 前面這個地方是霧銀框 還有包含的車側也是一樣 Airbomb也是霧銀框 如果今天買的是呢 入門以及中階的車型呢 這個地方就會是亮黑的 這樣的設計主要是呢 防止旁邊有所碰撞 而且我覺得這台車它很貼心 旁邊怕你上下車困難 所以你看它這個地方呢 是格外的爭取出一點空間 讓你上下車比較方便 輪拱比較小 但是關起來之後呢 Airbomb它比較突出 又能夠幫助你呢 避免旁邊的刮傷 整台車身造型 如果你要分辨它的等級的話呢 在這個賽版本119萬9的 它旁邊這裡是亮銀的窗框 而且搭配了它有這個 防灰式的玻璃 還有包含了剛剛講的 Airbomb這個地方 也是霧銀色的 看到這三個東西就知道了 它是最頂規的造型 而它泰圈組合也很特別 18吋的雙色切削鋁圈 但它搭載是電動車專用的 e-Promacy 跟電動版本的e-C4是一樣的輪胎 主要就是為了節能 而且 胎圈組合呢 它的寬度只有195 也是為了省油 畢竟這台車呢 只有1.2的直列三缸 汽油污輪增加引擎 馬力是130匹 扭力的是23.5公斤米 搭配的是8速的手字盤 它車尾造型也非常好看 看照片又覺得有點誇張 但是這個地方 包含了它這個折線 還有包含這個地方流黑 它後面這個尾翼 這尾翼呢 上面是擋風玻璃 下面也是 你從車室裡面看呢 不會擔心這個擋風玻璃的太小 這個地方也可以透視的 後面這裡一樣是呢 兩個線條 就是雙人字型的尾燈設計 非常的好看 在下面Diffuse的地方呢 還有一個後霧燈 而且這個地方也是呢 鋼琴烤漆面 而且它有雙出的排氣感 它的底盤懸吊呢 則是呢 巴西車非常慣用的 厚拖翼壁的設計 但這台車它的撿震筒就很特別 撿震筒呢 它是搭配所謂的雪鐵龍裡面呢 它是有雙油路 以及呢 漸進式油道的摩毯懸吊系統 真的開車上路起來 非常非常有感很舒服啊 那這台車我覺得 巴西車的造型呢 都是 看到形度看到照片呢 覺得有點誇張 但是看到實車之後才會發現呢 它的線條其實非常的濃纖和度 蠻好看的 而它的車室裡面呢 也是一樣 非常有設計感 但對比的外觀來講呢 稍微略顯客氣了一點點 它的原廠呢 標配是這個灰黑織布 以及一點點的皮革的座椅 這個是所謂的雪鐵龍 Advanced Comfort 它的泡棉設計 跟一般你習慣那種日系車 歐系車 德系車不一樣 它泡棉呢 看起來沒有什麼包覆性 但坐下去之後呢 它卻會深陷其中 我覺得整台車開起來很舒服 除了剛剛講的摩毯懸吊以外呢 這個裡面泡棉的支撐度 特別的柔軟 非常好的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它看起來 比較頂級一點 不要置不已 畢竟來到快120萬的價格 你可以加價六萬塊 六萬塊選擇真皮座椅之外呢 也可以同時擁有了六項的電動調整 還有呢 椅面的加熱 同時呢 它也有按摩功能 所以呢 如果今天選配六萬塊的真皮座椅 按摩有了 加熱有了 六項電調有了 選配起來 非常的划算 那上方呢 也可以選配一個六萬塊的C樓的全景天窗 還有剛剛講的 車室外觀呢 你可以選擇白色或紅色 各加價三萬塊 好這些都是必要額外選配的 但我覺得就算不選配 這個全手動的支布座椅 還有這個皮質的包覆 其實質感也非常的不差 那門板本身呢 有一個非常特殊的跳色的 類似花紋 人字型的這個飾條 不過呢 以髮系車來講 他們習慣都是 這個地方雖然說有皮質包覆 但上方 還有包含下方這裡的 這裡是硬質塑料 上方這裡則是有一點點的軟質材 但並不是那麼樣的軟 這是髮系車的非常習慣的內裝的組件 坐進來之後呢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雪鐵龍的C4 它內裝部分一定有巧思 雖然說這個方向盤 不像過去的C4 所謂的外圈會轉 內圈不會轉 沒那麼誇張了 但這個世代 在這個頂級版本的SHINE 119,9萬的版本的這個地方 除了下方這裡呢 有標準的手套箱之外 上方這裡很特別 這地方按一下 它是一個托盤 這個地方再按一下 它這個地方呢 是變成一個平板電腦可以置放的地方 也就是呢 讓你的副駕駛座的人呢 前方這裡呢 可以放平板 好欣賞你的多媒體的娛樂系統 這個部分呢 則是要頂規版本才有 如果說你今天滿中階 或是入門版本的這個地方 就不是這樣可以控制的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平板電腦的控制托盤 這個真的非常貼心 非常好用 3C時代 必備的 上方這裡呢 它的材質呢 人字型的 這是軟質材料 上方是呢 軟質材料的包袱 而且這台最頂規的 Shight版本呢 它才有這個HUD的抬頭顯示器 當然這台車的頂規 它才有這個Keyless 以及在Engine的Push Start 這些都是有的 前方這裡呢 這台車則是一個5.5寸的數位的儀表板 不過這儀表板本身呢 稍嫌客氣了一點點喔 主要的功名 像你呢 開啟它的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的時候呢 它主要的成像都是在前面這個抬頭顯示器裡面 但這一個有20多箱A-DAS配備的Level 2半自動駕駛 這個控制方面我覺得蠻好用的 在這個斯坦人DC集團裡面呢 都是以這個暫停鍵以及Play鍵 非常的直覺 這台車它也有速限排的辨識 這中間正義點兒則是10寸的齁 以前呢 買這個斯坦人DC集團裡面的Pajure 或是雪鐵龍都會擔心說這個中控多媒體沒有跟上時代 但現在這個全新的都是全中文 而且是繁體中文化 而且這裡有個Home鍵 這裡一按呢 只是快速的車道的這個車身功能鍵 這個Home鍵按進去之後呢 你看到它原廠就有搭載這個繁體中文的導航系統 這個也非常的棒 A-DAS部分呢 它也是大全配有20多項的功能 達到了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 而且這台車呢 打進到檔 它也有360度的環景的影像 你看到它解析度還不錯 中間這裡呢 它是倒車顯影 這裡只是360度的成像 而且它有多種角度的可以來變換 這幾乎呢都是跟其他的歐系車呢 蠻類似的 不再像以前喔 看到車機呢就搖頭 這個部分非常棒 而且呢它的Android Auto Apoca Play全部都是無線的 再往上看呢 它的空調部分有實體的按鍵 不過呢它的顯示螢幕呢 則是出現在的這個中間的中控多媒體螢幕裡面 它並不是下方 所以下方這裡呢 看不到溫度 這有時候有點不方便 如果說這裡實體按鍵 能夠多個空調的溫度會更好 下方這裡有兩個Type-C以及一個Type-A的插座 這也是手機的無線充電板 這個也是要頂規的Shire版本才會有 它的儀表板本身呢 旁邊這兩邊呢 是可以透出一點點微微的光芒 有點像是氣氛燈的設計 但是呢 你今天如果要買這個C4有一個重點喔 你要買到這個最頂規的 119,900,000的Shire版本呢 它車頭才有四顆停車的雷達 以及圖像警示 但是呢 如果你買一般版本的話 中階級入門的話呢 它的後面才有雷達 前面則是沒有雷達的 再來就是呢 它的後座的空間 我覺得也非常棒 因為畢竟這台車呢 C4它還有兄弟車 EC4電動車 所以呢 它的軸距是來到了2米67 也幫後座爭取非常大的乘坐空間 當然後面也是這個支部的材質 你要選配6萬塊的真皮座椅 才有前駕駛座的電動 好 坐進來之後呢 前方調整我的標準座椅之後呢 我的西部空間還有一個拳頭 也有三個指頭左右 它的椅子這邊呢 內線做得非常的好 後方這裡呢 也有這一個 後座冷氣出風口 下方有個Type-C 一個Type-A 它中間的安部隆起呢 則是算滿高的 因為這台車是前輪驅動 而且它還有電動車版本 也因為這車身的底盤的原因呢 所以呢 它電動車版本的續航里程呢 就沒有辦法像真正的電動車那樣的高 它後面這裡呢 椅背呢 則是可以進行六四分離 不過它是沒有後座的中央扶手 它的背架子是要靠旁邊的這個門板的部分 但整體來講呢 它的表現中規中規 尤其它原本喔 後面呢 車身造型的關係 應該頭部會非常局促 但在這裡做出一個非常深的凹陷 所以呢 當你坐進來之後呢 我的頭部空間 至少還有一個拳頭以上 非常的棒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沒有選配這個 六萬塊的Celo全景天窗 它的中間後座的閱讀燈 依舊擺設的非常後面 所以有天窗版本的沒天窗版本的燈都設計在這裡 這倒是蠻特別的 那它的後行李箱的置物空間 你一定會擔心說呢 像這樣子一個溜背設計會不會很小 它後面呢 就算最頂端版本呢 它也沒有電動尾輪設計 這個發系車比較基本一點 這個地方呢 它標準容積呢達到了380公升 如果說呢 把椅子放倒之後呢 可以擴充到了1250公升 那你不用擔心 它呢這個地方呢 如果說你行它不夠深 你還可以把這個底板呢 稍微再往下線 沒有喔 這是外國車型才有兩層的 這個蠻特別的喔 因為呢 國外車型的這個地方 可以再往上抬深 讓後面這個地方呢 可以跟前面的椅背完全平整 台灣版本沒有 直接就是陷到最下面 所以呢 後面也會導致呢 它的這個平整度呢 稍稍的比較不夠 如果能夠呢 補上它的後座的一鍵 傾倒的按鍵 同時呢 後面的這個照明燈 也換成LED的 相對之下呢 是會比較有時尚感的喔 接著 就把這台車開上路感覺一下吧 它的馬力不是重點 但它的摩毯懸吊系統 非常的有感 走 接下來呢 上路感受一下 這一台呢 最新的雪鐵龍C4 汽油版本 最高階的SHAE版本 它售價119萬9 我覺得這台車呢 它開上路第一個感受 最明顯的是 原廠所標榜的摩毯懸吊 真的非常的有感 它不是氣壓懸吊喔 也不是過去呢 二三十年前 那個雪鐵龍的液壓球 而是呢 這台雪鐵龍的C4呢 它把過去 放在比較高階的 C5 Aircross上面的 那個摩毯懸吊 下放到這台C4上面 它簡陣筒裡面呢 是有雙油道 加上漸進式油路 開起來呢 路面的碎震 過去如果開比較 日系房車 或是德系房車 那避震器比較硬的 你會對路面上面 那種波動感非常有感 尤其在你經過 未鋪裝路面 或是人字孔的時候呢 會有那種非常往上 上下彈跳的碎震感 但是呢 這一台雪鐵龍的C4呢 那種感覺幾乎沒有 避震器呢 碰到了這個坑洞 碰上來的感覺呢 幾乎把它碎震消除殆盡 這真的是非常有感喔 它不是氣壓懸吊 也不是液壓球 但是能夠做到這樣的效果 而且放在了 它雪鐵龍的兄弟車保濕上面 就算2008 或是OPPO的MOGA 都沒有這台雪鐵龍C4的避震感覺 所以呢 這台車的避震的效果 避震器 是我覺得非常棒的地方 但講起它動力的部分呢 一樣還是這顆非常熟悉的 斯坦蘭提斯集團裡面 慣用了這顆直列三缸 1.2的渦輪在壓眼前 這台車馬力有130匹 扭力的是23.5公斤 大家會不會說 哇這個馬力的只有130 是不是不夠用啊 但是呢我發現它的最大扭力 23.5公斤呢爆發在1750轉 所以呢 從起步到中速 開起來是蠻輕快的 但是如果你要從呢 大概時速四五十 要到100公里的話呢 它的加速的確就比較慢一點 因為呢高轉速大馬力 不是它的強項 低轉速大扭力 則是它的優點 23.5公斤的扭力呢 其實呢放在過去也很夠用的 但是最大馬力 如果你今天呢 是訴求那種呢 中速以上再加速 或是越高轉越有力的快感的話呢 這台車它的引擎呢 則是不是這樣設計的 那它的8速的8AT的手自排變速箱呢 我覺得它有因應呢 這顆引擎稍微比較沒力 所以呢 它的變速箱的程式跳檔呢 相對之下呢 讓你hold在高轉的地方呢 是比較多的 尤其呢 當你把它排進了Sport模式 運動模式之後呢 它的轉速Keep 不是很像那種歐系 或是福斯那種呢 哇 轉速拉很高 而是呢 讓你更加貼近這台車呢 它所爆發出的那種扭力感 當然這台車呢 最棒的是Shy版本 以及中階的Fiat Plus呢 它有20多項的Edus主被動 所以呢 當然是達到了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 不過 我個人會建議呢 這個雪鐵龍原廠引進台灣喔 在現在 靠近2024年的現在呢 實在不應該再以這個車架或車型 來區分Edus的主被動安全喔 如果今天入手是106萬9的 入門的Feel 它就幾乎是沒有任何的Edus 只有基本的氣囊 ABS等等的 你要買到中階以上 它才會有完整的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 希望全車系都有完整的Edus 因為Edus 不能夠按照車型或車價而來區分的 再來是這台車它的外觀喔 真的是 車身高度有點像SUV 但是呢 車身長度軸距那麼長2米67 有點像是電動車的軸距 而且這台車的搭載是E-Promacy 電動車專用輪胎 所以這台車哇 真的非常節能 它的油耗數據 一公升平均可以跑17.7公里 高速公路一公升可以跑呢 20.25公里 而在市區也能夠跑出14.51公里 其實呢 以這樣的車來講呢 非常的省油 原來我去查一下它的數據喔 原來這台車 它放了這1.2的直列三缸污輪增壓引擎 車子引擎相對比較小顆 但是它的車重也控制在了1283公斤 在現在呢 哇這個中型的這種先輩車 動輒1400-1500以上的車身重量 這台車1283公斤 真的是雨量級的車身 所以它的變速箱它的引擎 它的油耗 其實為什麼斯坦蘭提斯呢 要在這麼多的車型上面 放上這顆1.2的引擎 其實是有它的考量所在的 但如果你今天呢 對於動力方面比較有需求的話呢 我會建議呢就直上它的EC4 就是它的電動車型 但諸哥認為呢 這個外觀 尤其這個冰河藍的配色 當然這個全新世代C4的設計 Airpump 銀色的跳色設計 還有這個側面看起來 既像四門coupet 又像休旅車 又像仙背休旅 又像跑車的造型 尤其後面這裡 乍看圖案呢 覺得呢設計太複雜 但實際上看起來每一個地方的線條 都恰到好處 真的非常亮眼 非它莫屬 如果要更亮眼一點 選擇白色或紅色 加價三萬塊選擇 這台車相信開起來 會非常有雅皮的快感 感謝謝謝 掰掰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抵生菌 搜索中天車想家 分输入atcticar 就是cticar 就不找到我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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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